縣府日前在普里鎮慈恩社區活動中心 舉辦社區示範觀摩會及基優社區及甲等合作社場表揚典禮 由縣府秘書長洪瑞志主持 共有來自縣內社區工作專家學者 社區幹部約200多人參加 透過各項成果展示 讓全縣社區互相觀摩學習場面熱絡 北洋活動由一新社區戰鼓隊表演拉開序幕 現場有來自縣內各社區幹部 議員、鄉鎮長約200多人參加 縣府秘書長洪瑞志主一頒獎 給全縣基優社區以及甲等合作社場 洪秘書長期許各社區 藉由觀摩學習 傳承社區工作精神與經驗 凝聚社區共識 共同打造安全幸福的優質社區 我們過去在社區發展的這個應用上面 推動得非常順利 也獲得中央很多的這個獎勵 我們從三月到五月 經歷了16天的這個 馬步停體的這個評鑑委員的一個評鑑 我們今天選出了28個社區獲獎 然後有13個鄉鎮公所也獲得獎勵 那另外有27個合作廠也獲得優異的成績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今天的志望觀摩會跟表揚大會 我們全縣各個社區都能夠互相的這個分享相關的經驗 讓我們的社區大家都能夠更加的優質化 讓我們的社區的勞勞哨上都可以獲得照顧 社區是社會的基本單元 他們的這個活躍性 還有他們組織的綿密性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也希望全縣的社區一起來努力 獲獎社區理事長都表示 能夠獲獎很高興也很榮幸 社區是以人為基礎 能有好的成果都是志工們日積月累的努力 希望每年都能夠有好成績 從去年開始參加到今年 已經第二次連續得到我們的 南投縣的同職卓越獎 那也很高興 那其實都是我們日積月累 來從最基礎的到現在 每個面向都有做 老肉福祉和少都有在做 那也都是承諾我們社區的志工 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來完成這些不可能的任務 也非常真的感謝我們大家 在一起努力下 才有今天的成績 所以非常感謝 以人為基礎核心 在做我們社區的事務 我們的人就是我們的基礎 我們有很大的志工團隊 讓他們能夠在社區分工合作團結 把我們社區的業務做得有聲有色 所以今天要在這邊感謝我們的志工 還有一些在社區服務的居民民眾 這樣所以我們社區才能夠在平衡中慢慢成長 今天很高興我們來這個慈恩社區接受這個頒獎 我們社區目前重點也是放在據點 和我們這個環境和文化 甚至說我們山頂的我們也是跟我們這個掃頭殼這個部分 所以說我們社區如果要做得好 我們要經過很多的團隊來合作 我們也是 很認真把這個社區創作得好 希望我們這邊可以調整 明年也可以調整 每年可以來調整 社道處處長林志忠表示 今年共計有28個社區 以及13個鄉鎮施工所參與評鑑 全縣由9個社區獲得優等獎 各獲得獎勵金20萬元 6個社區獲得夾等獎 各獲得獎勵金12萬元 13個社區獲得單項特色獎 各獲得獎勵金6萬元 而鄉鎮施工所部分 則由竹山正工所獲品為優等 獲得獎勵金5萬元 活動現場還有6個普里鎮 社區產業攤位展示販售 透過各項成果展示 讓全縣社區相互觀摩學習 場面熱絡 記者商清福 普里鎮採訪報導